甚麼事? 我們在後山抓到個頭頭 他鬼鬼祟祟的形跡可兒 他還說有話要親自對你說 帶鬼上來 是 帶個頭來 是 走 在那裡 你是甚麼人? 貧珍、松海 你是甚麼地方? 安平鎮, 青豐寺 青豐寺 當然自己老偷爐一點 幫主, 不是 我只是在青豐寺那裡借叔 所以聽到機密的消息 突然來向幫主報告 這麼說 萬山鎮準備跟貴邦周旋到底 現在已經派人到青豐寺那裡 請救兵 是真的嗎? 幫主, 真的 智恩雖然知道自己無能為力 但是他有個徒弟 叫靖果 已經在上路了 靖果 靖果 這個人 都沒甚麼聽到說過 靖果自小就跟隨他師父摘禮 他的武功很厲害 幫主, 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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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飯桶 當然是被人家抓過來 打探得怎麼樣 我看見萬山鎮 現在加進訓練, 撞丁 現在看見黎三在那裡 你三在那裡 他們當然請清兵支援他們 你有沒有見到清兵? 那倒沒有 好, 我趁清兵未到之前 我提到攻打萬山鎮 幫主, 應該先看清楚 他沒有見到清兵 並不等於清兵無道 不如這樣吧, 派人再作打探 好, 你派人再去探一探 另外, 大羽賓 是半路自殺靖果 靖果既然武功這麼高強 不如就派人馬青開對付他 馬青開 好 老弟, 只要你死得靖果 麻煩你帶路來 我... 聽著, 事情之後 我不會虧待你 那... 沒有人 我不會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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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會虧待 你 你不想 你好嗎? 你不想 2 3 4 4 6 6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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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窮購莫追 李宗盛 靖哥 不要追 為甚麼不要追 他報仇深切, 任由他 是 剛才明明你怎麼飛到的 為甚麼你不能死 幸好楊姑娘一定情信物 才救回她的命 難怪你不能死 原來快要替你擋錶 楊姑娘, 你救回我一命 我今生今世, 我都不離開你的了 這塊玉帶你送給三寶的定情信物 我要給它, 接著 這裏 這裏 給它 給它 你有半邊明月 我又有半邊明月 我們加起來就是一兩明月 你們兩個不要再玩了 趕路 要做 好… 好… 康光閃閃的 這把刀漂亮了吧 好多… 好多,好多 當然好多,不得由削鐵而來, 而且無堅不脆 我的貨都包你們滿意的 我們去看看 好,來看看 好多 習老闆 你這些刀槍弓箭我們都滿意 好,好 但是這些刀槍已經爛了, 還有什麼用? 弄回它不是用的 如果現在才弄, 紅頭幫經就打到來了 你知道,鎮長我們做生意的 好像買豬肉都要搭豬頭骨的 便宜點,便宜點賣給你們 那這一箱火的威力是怎樣? 相當厲害了, 是我親自製造的 是用最熟的硫磺、燒石、木炭一起做的 說到它的威力, 一箱可以炸死幾十人 真的嗎? 馬上出去試給你們看 不過你現在只有箱在這裡 如果你幫我做生意 可以派人送幾十箱來給你們 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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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安全 如果威力真是這麼猛, 我們應該要多一點 沒錯啦 多多火藥, 插成多一點山橙 對呀, 插成多一點 你立刻派人去, 叫他拿多一點來 好, 我立刻去準備 幫主, 俗語也有話啦 寡不敵眾嘛 萬山帝那裡有十幾二十個高手 有男有女 而我們連我呢, 都是多了幾個人 我和馬大哥走得掉, 已經算幸運了 小海 今天十幾二十個人的功夫 將危這麼厲害嗎 是啊, 幫主, 他們的功夫很厲害 如果我和馬大哥沒有那麼多 我想也很難走得掉 青海 幫主向讚你的武功高強 為甚麼這次大明的兄弟 都打人家不贏 如果從海說的情形是真的話 今天青海被十幾個高手 為主來攻, 走得掉 都算很難得 幫主說得對 而且聖霸乃兵家常事 只要我們弟兄一心一意 為幫主效力的, 一時的輸贏 我相信幫主不會太介意的 好了... 今天的事不要放在身上 青海今天也挺辛苦的 有份要息吧 是, 幫主 有份要息嗎 抽策 對 新娘的心得 鱈魚 看看有份要息 但我只是把刺激 你們都和我相當取得起 一直都把刺激 你一個人知道 對, 有份一個心得 在酒吧 有份要人知道 等於我 我四 tok 我唯爹 你們的歌 我沒事 沒就好, 對方那麼多人, 你算好運 這麼晚了, 你還開門? 早點休息 早點休息 你來這裡幹甚麼? 你又來這裡幹甚麼? 我進駐鐵房, 看看青海有沒有受傷 那些朱祖宗的後代, 值得你慰問的嗎? 大家都是山寨出生入寺的兄弟 問候下都很應該 而且又是你出的主意, 去屠殺那幫人 難道你真的喜歡那個打鐵路? 你去哪兒? 你去哪兒? 我去哪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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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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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這麼熱鬧, 不知道甚麼事 你看, 這麼多女人在這裡 都不會幫好東西了, 走吧, 來吧 不是啦, 這麼熱鬧, 看看吧 三寶 叫你了, 還不走, 走吧, 來吧 甚麼? 別看了, 我們快趕走 楊姑娘, 我們走了這麼久 讓我們找個地方吃東西 對了, 楊姑娘, 我很餓 救人如救火, 走走停停 何時要到萬山鎮 不是啦, 我真的很餓 連靖哥這麼說, 讓我們找個地方吃東西 那好吧, 我們找個客人, 休息一下 好了, 要餐吃 好了, 客官, 這麼晚了 請坐, 請坐 請客官, 你吃飯了, 頭盞 先吃飯, 後頭盞 好呀, 好呀 我準備幾個精美小菜給你 好呀 這位客官, 好面膳 姚三寶 哦, 三寶爺 是呀, 是呀 小儀哥 是 剛才我走過來的時候 在街尾見到一間 為了很多人的那間 哦, 你說街尾那間春陽樓 沒錯, 剛剛今天來一個秦懷名妓 秦懷名妓? 不過那間是妓院來的 那個甚麼秦懷名妓 一來到, 就這麼多人搶著看 是呀, 她是不是身得很漂亮 當然很漂亮, 不然怎麼叫名妓 和尚, 那你都動心了嗎 哈, 你說笑都不要那麼過份 找出家人來開心 楊姑娘, 那你放心 出家人就很有定力 不受這些狂言所影響 對不起, 大師 正果大師 唉, 小儀哥 我還想問你 做這個秦懷名妓 有這麼多人去春陽樓 這麼一個人 怎麼應付這麼多人 人家名妓自然有好辦法 客官, 不要說這麼多 我馬上又去準備酒菜 辛苦, 辛苦 和尚 吃飽一點 待會我幫你捉回門企 好 嬌食 沒企郎 可以捉回門了 不捉 我看你的樣子 我早知道你沒心機捉企 大師之大師 你最明白我心事了 其實是兩個人 乘丟下棋 你眼看眼看 很悶的 那你想怎樣 是問楊春樓那個 春萬年記 我和尚剃道這麼多年 從來都沒跟過女色的 你不想害我 你這麼守青規 那你一頓喝酒 一頓吃狗肉 喝酒吃肉 哪是同呢 喝酒吃肉 就可以強身健體 對於武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但是近女色就不同了 我師父說過 如果我近女色的話 我就練不到同子宮了 那你可以去喝酒 好, 不親近女色 是 還不行 我師父跟我說過 非禮物贏 非禮物是非禮物動 你這樣也不明白 那你真的不去了吧 不去 我再去問你 你去不去 我說了不去就不去 你不去吧 你不去就自己去 你去哪兒 沒甚麼 是呀, 她說是熱氣 是呀, 是呀 你來幹甚麼 沒甚麼 我整晚睡不著 想來跟你捉盆棋玩玩 嘿, 這麼巧 你叫他跟你捉棋 他最喜歡捉棋的 我又不想捉了 我也想吃點甜的東西滋潤 做甚麼 沒甚麼 沒甚麼 那我們一起去吧 好 吃糖筍我又想去 是呀 是呀 你糖筍真的不錯 我都說是呀 猜不到三寶有時候出的主意 都不錯 三寶呀 三寶 甚麼呀, 說甚麼 楊姑娘讚你呀 說你出的主意不錯 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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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你心不在焉 沒有呀 沒甚麼 如果沒甚麼 就去跟我捉盆棋 好呀 喂… 楊姑娘 她剛才對我說 她想去… 喂… 去就去 不用怕難為情 甚麼難為情 你不要亂說呀 我沒有亂說呀 是你自己親口說的 你說甚麼 你說身癢嘛 甚麼 身癢的就是洗澡 洗澡 洗澡就去操堂 是嗎 去操堂就快去吧 操堂 哎呀… 哎呀… 周身癢的 楊姑娘 我周身癢 我想去洗澡 你去不去呀 你不去呀 那我自己一個人去了 老婆 我先走了 楊姑娘 我們進去操一盆棋 好呀 這位大爺… 這位公子 請來… 公子… 不用怕, 走 來… 我先介紹姑娘 來… 這位是春花 這位是秋月 這位是玉蘭 你喜歡哪位 我想找循環名記 翠龍姑娘 來…在裡面 來…她就在裡面 來…不用怕走 大哥, 招呼人 有…來了 這位公子 這麼久不見了 有哪位相熟的姑娘 我…沒有… 我想找各位… 春花 你說我們翠龍姑娘 是嗎 你真是有眼光 對呀… 你真是… 今天沒見客人 你剛好找其他協助你 好嗎 我們那裡說 價錢很公道 封劍尤人 是呀… 阿春蘭 過來 這位公子 滿不滿意 還是不好了 我還是等翠龍 你一定要等翠龍姑娘 那好吧 請你跟我來翠陽樓 好… 小紅見客 玉桂見客 丹龍見客 這下洋師 成惠龍 成了我的… 我們要去… 想喝嗎 想喝 我們要去喝 我們自己喝 奶奶 小心 快喝 好 早 快喝 早 早 您是姑娘, 起床要坐, 往上去請一位老姑娘出臨 隨便, 請一位臣娘 陳姑娘, 我陸冤花之地, 開瘋得不少 但說到知識了, 要跟姑娘就果然未不虛傳 陳姑娘, 今晚你來找翠龍姑娘 翠龍有此事, 祝名老姑娘 我今晚來, 幸事再必登去 翠龍姑娘, 見客 翠龍姑娘來了 翠龍姑娘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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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公子 我們翠龍姑娘, 今天初到安平鎮 他今晚的身家呢 就是看看你們哪位家高姐得 翠龍姑娘, 這位公子請隨便出嫁 好, 我出嫁 我出……二兩 這位公子似乎難酸給 чуть呀 我出……二十兩 這位公子出了二十兩 我出五十兩 這位公子出五十兩 六十 那位公子出六十兩 我出七十兩 這位公子出七十兩 七十兩 我出夠一百兩 黃元外出一百兩 一百兩 如果再沒有人出多過一百兩 黃元外就 等著 我出三百兩 我出三百兩 我出一百兩 我出一百兩 黃元外出一百兩 一百兩 如果再沒有人出多過一百兩 黃元外就 我出三百兩 三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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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公子出三百兩 你們沒有人出多過這位公子的 翠龍姑娘今晚就是這位公子的 我出一百兩 我出一百兩 這位公子 看來年少英俊 跟我們翠龍真是天生一對 阿福 是 吩咐人預備酒菜 知道 公子 尋少日客人 多謝三百兩 你怎麼會有錢呢 甚麼呀 現在還給錢嗎 是 他酒館吃東西 都是酒的時候才給錢 這些是我們這裡的規矩 阿幣 剛好忘了帶錢出來 這樣 你這個專程給我, 我人格保證 阿福, 你跟他說清楚 你這個人格值三百兩 你選擇馬上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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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出獄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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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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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元凱 今晚我們翠龍姑娘就是你的 多謝一百兩 不准 我呀 你呀 你呀 沒錢就有人喝花酒 你一定是懸命長 明天給你錢 中公麻策, 趕快出去 明天我給你一個官 對了, 你說我彈得怎麼樣? 好, 彈得不錯 不過不彈還好 為什麼? 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無謂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你當聽我彈琵琶, 浪費你的時間嗎? 那不是 我出了一百兩 那今晚你是我的 那我們應該 你不要這樣 那你又不用這麼心急 你是誰? 我是誰你不用問 你是幹什麼? 露見不平, 拔刀相助 什麼露見不平? 他是不是調戲你? 什麼調戲? 我已經出了一百兩人投給他 今晚他是我的 那一百兩人很多嗎? 來 喂…不要出隔衝 不要 幫我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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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我救了你 原來是你呀? 知道不是我 真是被你氣死了 幹甚麼? 你看我的衣服 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很漂亮 整件衣服被你弄得毫毫 毫毫毫,你弄得毫毫 我穿過兩次,現在被你弄得毫毫 又叫我怎麼再見人 真是的 我一生一意救你出來 誰知多謝我一聲,還來埋怨我 你笑甚麼? 這位公子,我又不是大難臨頭 你用甚麼來救我 難道你也喜歡和我老匹夫 濫濫濫濫濫 當然不是,他一點情趣都沒有 連我彈琵琶,他都說我浪費時間 這樣說,知道我好救你 誰說的? 誰叫我的命苦 其實你也可以陪我 不過你又出不了錢 算吧 上網就小人救錯了你 那又不是 小童姑娘 小童姑娘 他們來了,你快走 走,快走 小童姑娘 我們現在趕快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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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藥都搬起來了, 包你上城坊 那我趕著要走了, 希望你把我的數字還給我 趕得這麼急, 是呀 習老闆, 怎麼這麼快走呀 鎮長很感謝你這麼願意送火藥來 所以特地準備酒菜招呼你 是呀 吃完晚飯, 明早才趕路, 路上不是太平 因為我要趕去安平鎮做一宗大賣賣 安平鎮又不是遠, 不差過少時間 我們做生意的人要講信用 我已經說了人, 不去怎行呢 是呀? 好呀, 包 甚麼事? 一帶澤老闆去帳房, 拿三百兩給我 好呀 謝謝, 那我先告辭吧 讓你們打退了山坊, 再來喝喝 請, 請請, 請請 請啊, 無所掃啦, 還是, 好呀 他真的覺到那麼急? 是呀, 戴著銀郎趕路, 不太方便 或是他像自己懂武功 其實我們挽留他, 幫我們一起擴拆得不錯 如果他肯就好 不過人各有志, 無謂勉強他 我們有了這批火藥 紅頭幫就容易應付 我們應該研究一下, 把他收藏在甚麼地方好 你放心, 山人自有妙計 老爺, 糟了 剛才收到的火藥, 原來很多都是泥沙 是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除了代真的, 全部都是假的 豈有此理, 雜文這麼多事可惡 我們應該怎麼應付他呢? 我兩個現在最快都去安平鎮 驚兄, 我們留夜自己回來 好 好 兩位客官 賣火藥的雜萬金, 有沒有來頭盞? 頭盞就沒有, 他剛剛還不犯, 所以他走了 他走了多久? 一半的時辰 他不會走得很遠的, 我們去追 快點, 我們去追 我了, 買到錢 我了, 買到錢 快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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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銀子, 你們真可憐 我的銀子 你們幹甚麼? 跟我們回萬山鎮吧 我的銀子就被山賊搶走了 錢也沒有, 命有條, 去吧 澤老闆, 你的銀子就被山賊搶走了 那你不想拿銀子回來嗎? 怎麼拿呢?難道叫我上山打山賊 很簡單, 只要你留在鎮裡 那些山賊自然就被你打了 甚麼? 叫我留在鎮裡幫你打山賊? 那怎麼行?我們做生意最講實際的 沒有銀子就不太假了 澤老闆, 你無非也想要銀子 這絕對不是問題 你聽我慢慢說 rym, 你是老了 你又不敢說 你這麼說 你不是健過 我又不想找到鎮裡 你不會累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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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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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